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我們這一集 同大家再跟進一下JPASS的相關資訊,警方再拉多一個OTC店的董事 這個人是什麼人呢?還有現在到底有幾多人被捕,以及涉及金額是去到幾多呢? 根據新聞報導,去到今日9月26日下午5時,整宗案一共有12個人被捕,警方拉多了一個人。 根據了解,這個被捕人是23歲姓王的男人在OTC店羅賓董事在今日26日被捕。 而警方去到現在為止已經接到2392名受害人報案,當中涉及的金額是去到14.97億,接近15億。 剛才所說的這間OTC店羅賓,原來她的Facebook專頁已經關閉了,但是Instagram仍然還有開的, 她就在2022年9月份開張到現在剛剛才一年。 那門店就在觀塘的商下裏面,主要做USDT買賣兌換服務。 原來這間這樣的店,她的創辦人是一個姓王的男人,另一個姓中的男人。 而這間OTC店的商標是由另一間公司所持有的。 而這間公司竟然就在9月25號申請解散。 整件事又有趣,她好像未預約才知道。 在25號就申請解散。 同時大家注意,其實現在是很多這類OTC店就已經叫做負責人被人的去問話。 或者是警方就破門而入去搜查她裏面到底講過些什麼。 今集其實都有同大家講過這些OTC店或者他們的宣傳手法是怎樣。 有相關的網友看完條片之後就同我講了, 原來這些人還有幾種手法的。 她就同我講了,我同大家分享下。 她說她自己在1月份入陳怡的group時, 好記得的3個故事。 這3個故事聽完之後你直接覺得買她的JPC是會發達的。 為什麼呢?她說第一,就說有個女仔, 不管家人與男朋友的反對, 堅持她買JPC結果賺很多。 然後男朋友不抵得她, 自己就因爲姨姐和JPC成為了一個小婦婆。 第二,就有一班人就一齊講, 說自己賣了一層樓, 就買個JPC, 然後就allinJPC。 第三,也有個男人說, 就說自己在2022年8月份, JPC一出生, 當時的價格是0.000128的時候, 就用了5000元港幣, 幫身邊有困難的朋友, 買了JPC, 然後1月離開的時候, 就已經是6萬元了。 後來就講了, 講這些故事的人, 之後不知去了哪, 人都見不到, 消失天雨地那樣。 其實我這樣講, 這些OTC賺的錢可能就是你入金的錢, 入金入得越多, 它自己賺的錢就會越多, 想起來都幾恐怖, 現在的金額已經快要去到15億了, 如果那個DAO完成之後, 這一個報案人數還會不會增多呢? 其實現在網傳, 有不少OTC店主都去了海外了, 甚至有些現在江湖傳聞, 就說他們不回香港了, 中間在他們的副主群那裏, 就有一段錄音, 錄音就是某一個OTC店主所說的東西來的, 那我們就聽聽吧! 不是找換店不出嘛! 不是找換店不出嘛! 那你JPEX區移貨幣的大公司, 它都出不了數, 那你來炸了我家找換店也沒用嗎? 按照正常來說, 找換店都是受害者來的! 按照這個找換店這樣說, 它說它自己都是受害者啦! 根據網傳的消息, 就是某一間香港的OTC店, 但是哪間我就不開名啦! 但是我這樣說啦! 如果正常情況來說, 那它們是受害者來的, 那它們都搞到沒生意做嘛! 但是我逐趴逐趴和你分析啦! 首先, 你這些OTC店, 有沒有叫人進去這一個JPEX買GPC呢? 如果有的話, 你不是冤枉咯! 你簡直是幫兇咯! 還有啦! 你如果首選, 你推人家去用JPEX的話, 現在的錢拿不到出來, 那你覺得你是不是受害者呢? 你當然不是受害者啦! 因為去這個JPEX那裏, 人家入金你有錢收的嘛! 那怎麼說的情況之下呢? 好像又沒有對! 和自己找不同的藉口, 就是想脫身脫罪! 還有就是啦! 剛才都有講過啦! 好多人是信了那些戶外廣告, 信了明星賣廣告, 那這些都不理啦! 他們已經撇清了關係啦! 但是你們這班KOL有做些什麼呢? 第一, 有不斷出影片, 就叫人用這些平台, 推廣這些平台, 或者是叫人買JPEX, 第二, 有開這些教學班, 其實很多人都不認識這一類虛擬貨幣的炒賣, 變了聽你們的消息, 就覺得大有可為! 然後, 有好多的OTC店, 其實他們自己是有一些群組啦! 那群組裏面, 他們就會作好多不同的故事, 就用這故事包裝到在上面, 是好容易賺到錢的, 甚至乎是傻的都可以在那賺到錢, 但其實有沒有這麼厲害呢? 當然是沒有啦! 其實他們最主要賺錢的方式, 就是你們去那裏, 換錢, 入錢, 或者是買JPEX, 這些這樣的動作, 他們就賺錢啦! 甚至現在啊, 在幣圈, 有些的KOL, 人都不見了啦! 一直在外面, 就不回香港咯, 都不知是不是走鬼了老呀! 那聽聞呢, 那個冬季啊, 不停叫人加入這個JPEX, 和我INJPEX, 聽說他連自己那個粉絲群組, 都退鬼了啦! 不過如果是作為苦主呢, 聽到他講這句, 你拿不到錢, 追我都沒用! 我想個心應該都是頂住頂住的啦! 因為當初如果不是信了你們的話, 我想他們都未必會開JPEX這個戶口咯! 和之前太厲害啦! 真是講到個個都賺到錢, 那有部份人貪心啦! 那現在搞到這樣的結果啦! 那現在整個總金額呢, 已經是接近15億的啦! 那到底呢, 這個DEO完成了之後, 會不會還有人繼續沖錢下去呢? 因為按照網上的消息所講, 在JPEX裏面的USDT已經是不斷地轉出去的啦! 再加上種種的跡象, 好像他只是在拖延時間啦! 譬如澳洲的公司是已經接了的! 那跟住啦! 他們在其他地方原來全部都沒有牌照的! 那即是說呢, 他是完全不受監管的! 和所謂的黑心平台應該就沒什麼分別的啦! 那如果他現在, 就算整個平台拜拜了的話, 我相信警方都是沒有他負的! 好啦!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!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下面留言啦!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! 拜拜!